川普倒數40天 對中國極限施壓 科技戰 今天是從帶我們來看到 他用晶片卡脖子 就能卡到中國大陸 要斷氣了嗎 沒錯 事實上在川普 最後的任期裡面來說的話 他的這個殺招還是一直出來 我們最新的消息是 美國的國務卿龐佩奧 宣布中止跟中國大陸的 五項交流計劃 包括中美友誼計劃 中美領導者交流計劃 還有中美跨太平洋交流計劃 等等的五項的交流計劃 那這五項交流計劃 他為什麼要停呢 他說了 中國大陸都用這些交流計劃 當個皇子 能夠來參加都是官員 而不是真正中國大陸的民間機構 所以他認為這些 都是跟官方有關係的 他就把它停住了 好 因為不斷的不斷的制裁的時候 最新爆出的一個消息是 是不是因為這個晶片站 站不停的時候 這個中國大陸的汽車產業的 這個脖子被卡住了 那這因為晶片 缺晶片的關係 導致了中國大陸的汽車產業 出現一個停擺的狀況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 主要就是因為近期傳出來了 德國福斯在中國大陸 合資的兩家公司 一個是上汽 然後另外一個是一汽 一汽大眾 這兩家公司都在12月初裡面 開始進行一個停產的情形 那停產的時候 大概約莫收到的產能 是大概一個月有40萬輛左右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 主要就是因為最近期 中國大陸的晶片進口 好像有點不順 那導致說 他在這個車載電腦裡面 需要用到的電子的車身安全的 相關的兩個元件 出現一個缺貨 所以車工電腦沒辦法做 車工電腦沒辦法做的時候 整車也沒辦法組裝 所以導致說居然沒辦法做 事實上這個對大眾汽車來說 影響非常大 因為大陸的市場的話 他一年大概賣423萬輛 大概佔大眾汽車的整個 全球的銷售量的40% 他在中國大陸的市佔率 大概20% 所以因為今天不足的時候 導致搞不好未來一段時間 中國大陸會出現一個缺車的情形 想都沒有想到 晶片卡脖子居然卡到 中國大陸的車市 車市房市加股市 橫估經濟的三根兩表 車市如果因為晶片 車子造不出來的話 這個已經是 中國大陸市佔最高的福斯中國 他都要腿軟了 那你更不要講 其他老二 老三排在後面列隊的 是不是趴在地上了 沒錯 現在大家都很擔心什麼 中國大陸的汽車的產業 搞不好會出現那種 所謂連環爆的狀況 你可以像今年 近年以來的話 中國大陸汽車出現了破產的情形 你看 包括立凡汽車 還有仲泰汽車 仲泰汽車就是仿冒這個凱燕 這個保時捷的汽車 另外華泰汽車 還有獵豹汽車 甚至連大型的國企華城汽車 都出現一個破產 甚至違約的一個狀況 因為整個 現在大家都很擔心什麼 因為車企裡面來說的話 工作人員也多 然後他們違約金額也高 搞不好會出現一個連環爆的情形 對中國大陸的經濟 會產生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你覺得晶片卡脖子 卡到了中國大陸 現在連福斯中國 都要停擺的情況之下 老共就這麼束手了嗎 不 他手上居然握了一個 跟老美相互毀滅的大殺氣 我們本來覺得他不會 不會 結果12月1號 他就整個給你出台了 沒錯 事實上 中國大陸在12月1號的時候 出了一個新的法令 這個法令叫做出口管制法 出口管制法的話 他是針對一些相關的 可能中國大陸認為說 我這個具有所謂戰略意義的 我目前要進行一個 出口管制的這個狀況 他管制的話 大家都認為說 他劍指的就是美國的一個死穴 美國死穴是什麼 就是稀土元素 因為目前美國的整個稀土元素 佔全球的供應量的話 90%的消費都在美國 但是大部分的出口 是從中國大陸出口來的 所以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似乎利用這個出口管制 他想要捏住美國 好 那我們講 事實上是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可以講 中國大陸有一個板塊叫做 稀土泳池的板塊指數 你可以看今年從2月以來的話 那個時候是946 然後到11月底的話 已經漲到1445 也是漲幅高達52.8% 那告訴你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的管制下去之後 你美國要買好 你買得到是個問題 就算你買到的話 你的價格也非常的高 好 那我們講 事實上中國大陸是有意無意的 在減少對美國的出口 你看今年1到10月的時候 稀土的元素的出貨量 是2.87萬噸 什麼概念 比去年同期減少了大概約莫 28.4% 大概減少了30% 好 那我們覺得 為什麼對美國來講非常重要呢 因為我們知道先進的武器 還有包括智慧型的手機 電腦 電動車 都需要非常多的稀土 那當然對產業來說是影響很大 但是其實對中國 對美國影響更大 還有一個就是他們軍武方面 你看這是我們知道 目前地表上最強的戰鬥力的 F-35的這個戰鬥機 那你知道 據想你知道 一台F-35的戰鬥機身上 居然需要414公斤的稀土元素 他簡直是大胃王 所以說今天我要是扣住了稀土 我不出口的話 你F-35照不出來 飛不上去了 沒錯 他裡面的包括說 引擎裡面需要用的這個元件 或是說他武器需要用的元件 甚至在導航設施需要的元件 有非常大量的稀土 好 我管制你的稀土之後 我讓你F-35你再也照不出來 你就知道說 中國大陸為什麼認為說 這是一個能夠勒住 美國軟熱的一個武器 天空飛的 你口袋裝的 iPhone裡面也都有稀土 我們來看看智慧手機 我們就舉iPhone當例子好了 稀土 稀土 完了 現在這個稀土就是真的是稀有 而且你買不到的 這樣的一個稀有元素 他怎麼樣窮則變 變則通 對 沒錯 這個庫克 不愧是非常厲害的這個庫克 你看他怎麼做 我們拿回收的來用好了 好 中國大陸沒不到 OK 我們自己來回收 那他用什麼 你看 近期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七月 或是在近期的時候 這個iPhone或是蘋果公司 陸續發表所謂回收機器人 他們原本第一代的機器人叫Dave Dave他就說 我們現在把這個所謂的 相關的這個稀土元素 我們從這個手機裡面拆解之後 我們可以細部的很大 這個分離得非常多 大概裡面有四分之一 我們可以進行回收 甚至你知道 在這一次的新的iPhone裡面來說的話 他就說 我們裡面用的稀土都是百分之百 我們回收的稀土 也就是說用我們回收基礎 製成新的這個iPhone裡面 需要的一些相關的這個元素 好 那我們剛才講 我們看到是第一代的Dave 他最近又發表了第二代 第二代叫Daisy 那Daisy這個機器更厲害 它其實是個長大概約莫幾公尺的 它裡面有五個 大概軸心這樣子的 然後它可以更精準的把它拆解 你看它拆解得更加精準之後 你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這個元件 你看它從那個手機裡面 開始拔拔拔 然後裡面有稀土的元件 把它抽離出來之後 然後再把那些元件拿去鏈 鏈製之後 弄回來之後 變成是新的這個稀土 所以他就說 未來我們iPhone需要用的 我們都是回收的稀土 當成我們的這個電磁磁鐵 這個相關的材料 中美的科技大戰的稀土 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戰略意義的指標 也是物資 我們就來講 當川普喊說 去中國圍中 反中 抗中的時候 一個人就逆川普 跟他逆著做 這個人是誰 特斯拉的 馬斯克 馬斯克叫他抽離中國 他偏偏往中國去 他要在那邊落戶 要在那邊入籍 看的也是稀土 沒錯 事實上伊隆馬斯克 為什麼要到中國 然後去設廠 當然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如果從美國過去的話 有25%的關稅 我在中國那要落地 我可以不用想到這個關稅 再來做到有人工 人工的話 我可以相對比較便宜一點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剛才具象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稀土元素 你掌握在人家的手上 好 那我沒辦法從這個 中國道進口到美國的時候 OK 那我就直接到 中國道去設廠 我在中國道設廠的時候 我有助你的就業 你不會控我的稀土 所以要用這樣的方式 那你想要 那特斯拉裡面 需要很多稀土嗎 我跟大家講 電動車需要的稀土更加多 他用最多的地方在哪裡 比一般的車還要夠 為什麼 第一個我們看 事實上我們現在稀車 用的是所謂的馬達 馬達裡面就有非常大量的 稀土在這裡面 再來就是說你用的這個發動機 發動機裡面也有非常大量的 這個稀土 再來你不要忘記 電池是什麼 離孤涅 這三個東西來說 離孤都是屬於 稀土元素的一部分 所以等於是說他早就知道 我要用那麼多稀土 那我當然在你最多稀土的地方 設廠 所以你看他現在在設廠的時候 你看他出貨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他現在已經開始大量的生產 那根據他們的說法是說 我們目前的這個在歐洲 因為賣得非常好 那歐洲賣得非常好的時候 那我怎麼辦 我就準備把我在中國大道賣得不夠的 賣得剩下的車 我就準備把它輸到歐洲去 所以他今年的這個11月 已經開始有車輸到歐洲 而且他在歐洲也打出一個 亮眼的這個獲利成績單 他說明年 明年我預計這個Model 3 我要把它生產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明年生產的Model 1 有55萬輛 這都是因為我在中國大道生產之後 貼近中國大道市場 還有我未來要把這些賣到歐洲去 所以你知道嗎 你看 從這些我們剛才講到iPhone F35 甚至是伊隆馬斯克的特斯拉 都告訴你說 稀土元素真的非常重要 那中國大道 這個新的出口管制法 是希望能夠用稀土 克制美國對我的制裁 邀請您一起加入 57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挖跟巷 1號 1號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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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 5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